大片蚊子到处飞 让人看了头皮发麻 美国马赛诸塞州卫生单位出动喷洒药剂沙纹 因为当地几个城镇已经出现罕见东部 马脑炎的传播并没闻 情况严重到 马州中部四个城镇 实施夜间宵禁 29处城镇被列管 露天公园和运动场都被关闭 因为东部马脑炎病毒的致死率高达30% 2019年 美国有10个州将近40人得病 最后12人死亡 创最高纪录 马脑炎病毒原本出现在马身上 但会透过蚊子传播给人类 被摇后可能出现发烧头痛 呕吐 腹泻以及癫痫嗜睡等症状 蚊子传播的不止马脑炎 还有悉尼罗病毒 尤其容易让老年人并发致命脑炎 带领美国挺过疫情的83岁防疫队长佛奇 最近就感染悉尼罗病毒 在住院六天后 现在已经回家休养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